今天教大家用高压锅做一道芙兰明菜剁椒鱼头 让你一吃就挺不下来 把刚从菜市场剪的鱼头 在它肉多的地方划上两刀 锅中底部用厚一点的土豆片打底 放姜片葱段紫酥 再把鱼头扣上去 再准备一包调制好味道的剁椒酱 均匀的扑到鱼头上面 这个剁椒鱼头好不好吃呢 剁椒酱很关键 用我的左手放一勺生抽 加400毫升啤酒 扣上盖子 高压锅上气压三分钟 关火再焖两分钟即可 出锅后撒上冲发 鱼头你别总是争着吃了 试试这么做 鲜嫩多汁 开胃下饭